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到了星期四晚九点半的K2收藏 我是葳永妍 我是林林 大家好 今次和我有点关系 是的 今天的题目很适合你 因为我知道你在澳洲读了百年书 可能这段历史你一定会学过 关于被偷走的一代土著的悲剧 对不对 当时这件事就是1998年5月26日 澳洲政府开始良心发现 他在这段历史设立了国家道歉日 叫做National Sorry Day 我自己也是1998年在澳洲开始读书 当时澳洲开课一月份 刚刚好撞到症 当时规定了以后每年5月26日 在澳洲大家可以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向上世纪被偷走的一代孩子 以及他们的父亲妈妈道歉 什么是被偷走的一代 被偷走的一代是什么 原来在二十世纪初 澳洲推行一种叫做白澳政策 这些人被偷走的一代 就是白澳政策底下的犧牲品 当时澳洲政府认为当地的土著 实行一种叫做同化政策 在1910年澳洲政府就以说 改善土著的儿童生活为理由 我改善你的生活 让你活得好一点 活得好一点 规定 原来当局政府不是说什么人 而是政府人员 可以随便在土著的家里 带走这些土著的儿童 或者是孩子甚至是孩子 然后将他们送到一些集中的地方 他们叫做保育所 接受一些白人的同化教育 之后让他们大一点 变成女童或者是男童 就放在这些收养型上 让白人去收养 而肤色比较浅的小朋友 可能接近白人那些 直接可以送到白人家里被收养 其实很恐怖 跟我们之前说过的 加拿大那边的事件也是一样 其实强制带走土著的儿童 这段历史 其实都不只是澳洲发生过 但在澳洲来说 是历史上最无人性的其中一幕 跟美国印第安人 在加拿大最近挖出来的 原住民的学校的小朋友的鞋骨 澳洲的土著 其实都是因为入侵者 即是这些殖民者的白人 去到了之后才开始他们的悲惨命运 本身好地地在澳洲大陆 对 那话说1770年 英国的航海家 Captain Cougar 这个虎克船长 就去到澳洲的东岸 登岸之后 他们就不理懒理所有原住 他们都是 大家读这么久的历史 那些白人去到那里就是自己 即是他们说 我发现新大陆 发现别人的大陆 他们就找到这个地方 直接去做什么呢 宣布澳洲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其实在英国人抵澳之前 荷兰已经有航海家 发现了澳洲 但他们就没有大规模地搬进去 于是乎英国就很强度地 就埋到去走 这个是我的了 这样子完之后 就抢占先机 就霸了澳洲 其实要占领一个地方 最重要是有人 就是用人来占领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人 在这里都住了我自己的人 那就是我的地方 但其实当时有很多土著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 但是 他们看都不理 对 看都不理 英国 因为当时英国去澳洲都挺远 你说叫一些英国人坐船 坐半年 然后还要沿途空险 可能会打风 会有大浪 会下雨 这样去澳洲移民 我想大部分英国人都不愿意 当时很多英国民众 都不想冒这个险 英国人就很聪明 他们想到一个想法 就觉得 我要找些人去住在那里 才霸到这些地方 但我自己的国民 没有人想去 那找些什么人去呢 他们想到一个想法 就是找些罪犯去 于是就决定 将在英国的罪犯 全部流放到澳洲 澳洲 而当时在1788年1月26日 英国流放的第一批犯人 就到达了澳洲 当时就在悉尼那里 全部在悉尼那里上岸 而悉尼 他就立即宣布成为 英国的殖民地 而那一日 1月26日 也成为了澳洲的国庆日 澳洲也成为了英国 在国外一个最大的监狱 总之在英国监狱不够 或者一些稍为重一点的犯 坐多过一年 全部都送到澳洲 而澳洲的英国的犯 去到那里坐完监 因为你不是说坐成小的 坐几年坐完监 那怎样呢 坐完监之后 我又不想冒险坐半年船回英国 反正我可能被歧视 又有个底部不好 澳洲空气好很多 对 反正都在那里 不如就留在那里 所以这班罪犯 他们服刑完之后 很多基本上都不会再回英国 全部都留在澳洲生活 然后慢慢繁衍 又结婚生子 于是去到1868年 这个罪犯流放计划 才停止 因为可能都已经够人了 已经住够人了 够人霸地方了 没有再送罪犯过去 而之前一班这些 这么多年的罪犯 在那里落地生根之后 就成为了澳洲最主要的国民 霸人的地 是的 那么多年 87年来 英国原来已经向澳洲 输出了16万罪犯 亦都成为澳洲人的基本基数 对 基数 大家如果还记得 早前有G7开会 走到英国开高峰会 当时澳洲总理莫里森 即马尔森 开会的时候 就私下走到英国的 Cornor那里的一个 盛海民的小镇 就说去沉根 沉根的时候 他就说我要找到我祖辈 在英国走过的足跡 听起来就很浪漫 找到我的祖辈 怎知道不找到游志 一找到就发现 原来我的祖辈 他全部都是犯 其实他没理由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读书 没有读历史 不用读历史 要知道 原来 Morrison的祖辈 William Roberts 本身出身在英国的 盛海民 但是因为偷东西 我记得当时身份讲 是偷了沙线 被定罪 之后被人流放到澳洲 同时在澳洲 也认识了另一个女罪犯 也是偷东西 两边联姻结婚 因为偷了女士 当时她的祖辈 偷了主人的衣服 被判了七年 要流放到澳洲 他们服刑之后才认识 之后两个人结婚 生了十个小朋友 换言之 Morrison的祖父母 其实全部都是贼 在英国流放 真是欲算 澳洲的罪犯 为什么这么笨 大家都知道 本来大家都不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是什么亲 真是猪 当时英国不断 送罪犯到澳洲 其实澳洲本来 有七十五万土著 他们住在这里 就像刚才你说的 他们看不到 除了掠夺别人的土地 掠夺别人的文化之外 甚至掠夺别人的生命 因为他们带来很多疾病 一些是本来澳洲没有的疾病 譬如天花 因为当时土著 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 他们一船人 有些人有天花 可能在那边打了针 或者染过了 有抗体 但是澳洲是一个岛 你的病菌不进来 其实是染不了的 正正是这群人 惹了很多天花 当时也有很多土著 因为这样而死了 也将病菌蔓延给很多人 虽然如此 但是英国人 也不觉得自己害死土著 也不觉得自己霸了别人的地方 为什么他们这样想 因为他们以一个殖民者的身份 根本就不当土著是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1901年1月1日 澳洲就说 我要成立一个澳大利亚联邦 所以就要推行白澳政策 因为白人至上 所以我们要这些土地 全部都是白人 当然一眼看不到别人的土著 但明明有75万土著 一眼看到 怎样白人的土地 很容易的 你想看不到 不数它便可以 原来他们当时 像头一打针 不数你不计 不计便可以 不计便可以 你不计便可以 所以他们当时的人口调查 就很掩耳道灵地 将当时很多年土著 全部排除在人口补查之外 只是查白人 对 只是计白人 而当这些土著当成什么 就是将他们列入为动物群体 很噁心 我记得 这些澳洲土地上的白人 刚才所说 明明土著本身在 他搭一架小船 走过来 踩到地上 指下去 走到这里 已经宣布了 赶死不走之余 还抢奪土著本身土地 开始了一连串 他们所说的土著的改造计划 其实看回这些 其实全部私城 即是英国一直流利 那些当时的帝国主义 最近我们很多人打倒帝国主义 就是当时帝国主义的 一个很无耻的行为 当时同一套道理去做的 白人认为土著是一些 这些低渐无知的人种 应该在世界上消失 所以将它们变成了 动物群体 将当时设立了 原住民的保护法 其实他们当时已经是 说就跨啦啦 说得很好 非常好听 要保护他们 让政府可以随意 在刚才所说 土著家中 将小朋友带走 送去白人家去养 去教会 去收容所 去寄养 理由就是说这些土著妈妈 没有教育能力 白人要帮他们 将一些小朋友 一些黑小朋友 要清洗改造 洗白他 是的 人原来可以洗白 真的很奇怪 美其名叫做保护儿童 但其实用一些强迫 欺骗 偷渡的手段 来将一个个土著的儿童 从他们家 从他们身边的人 那里带走 有些甚至是刚刚出生的寶寶 例如有些是 母亲 刚刚生完寶寶 之后 一眼都没有看过寶寶 已经被人拐走了 政府也都为了防止 这些小孩长大了之后去尋亲 于是更加特征 一些专责的部门去做什么呢 就是销毁这些儿童 和他土著的父母的资料 真的很卑鄙 很卑鄙 可能进去医院 去拆掉自己 很卑鄙 正如我们之前看过 我们前几集也说过 加拿大那边揭发的新闻 就是差不多 现在已经揭发了 过千个儿童的鞋骨 在当时的原住民的技术学校里面 你看到原来 其实白人 是不断制造很多黑历史 而到他们现在 就不断想洗擦他们这些断黑历史 是的 相同的这个儿童拐大事件 就不单止在美洲 还有澳洲 还有欧洲 而澳洲这批被偷走的土著儿童 其实多达十万人 在澳洲的历史上 就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 我记得我当时在澳洲 读高学校的时候 我读到这方面的历史 其实中间有一幅照 我在网上找不到 打算分享给大家看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 你知道大家以前的报纸 是一些画布 或一些格子的故事 港被偷走一代是怎样的情况 甚至乎黑白人的分别距离 中间亦有一个措施 叫做你可以de care 你自己是白人 我不是黑人 中间有一个很出名的画 是一个年轻 即是黑人的小朋友 他在中心认了自己是白人 他很开心在街上跑 拿着那张纸 I am white I am white 即是拿着那张纸 证明我是白人 我是白人 很悲哀 很悲哀 很悲哀的一件事 1997年5月份 澳洲的人权专员 今年都已经六十多岁了 他回想起 原来他四岁的时候 已经被人偷走 你想想一下多可惹 四岁 其实你真是未识胜 还未开始读书 四岁的时候 那一年 他说他记得 当时就是他妈妈在家 在喂他吃黑莓 忽然间吃吃吃 警察就撞进屋 然后就无端端把他抢走了 之后的十一年 他一直都在一些训练营那里度过 学做白人 学一些白人的生活方式 白人的语言 白人的宗教 而每天都被迫去洗他的皮肤 一路洗一路擦他的皮肤 希望可以擦白他 直到33岁 他才跟妈妈再重逢 这个爱德华茲 他自己说 他这一世都不会忘记 当日那个黑莓的味道 就是在吃黑莓被人捉走了 那除了屈姐所说的 这个爱德华茲之外 其实还有68岁的华来士 他7岁那年被拐子路骗他 说我们坐车 他不买东西 之后就被人送到方道 做一个同化的训练 直至42岁才能找回家人 但其实他那时候 因为被人同化了这么久 他只懂得说英文 外表看上去也不像土著 穿衣服各方面 他妈妈是不肯认他 他的轻像也不认他 直至他找到家人 其实跟他没有了家人 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是 将他的根斩断了 是的 《帮他们回家》 这个调查报告 其实全部都是一些被同化底下 被偷走的孩子的故事 这些被偷走的孩子 其实当时他们在训练营里 被迫一定要穿着制服 要做苦工 被迫忘记自己的语言文化 甚至宗教传统 什么都忘记了 而男生就会被人送到农场 做一些无薪的工作 没有薪的 因为只有做字 做错事 就已经脱了衣服 绑起来鞭打 而女生就会穿着白裙 排队等候一些白人的家庭去领养 然后最好长大了之后 就和白人结婚 慢慢一代一代洗白他的黑 他觉得你和白人结婚 你生出来的就会白了一点 白了一点 然后下一代再生就会白一点 他希望用这样的几代清洗 来改造后代 形成一个真真正正的白澳 白人的澳洲 而没有黑土著 其实很变态 这些拐大土著的儿童政策 是去到1970年才废除 由1910年到1970年 有十万名的土著儿童 被政府由家人身边拿走 他们这些就真的要拐大 拐大儿童 但在澳洲的政府角度 他就不这样看 他就觉得这些政策本意是好的 你不懂教你的小朋友 我帮你教 但你是一群贼 你有没有留意 你没有问过我 但问题就是 这一群根本是违背了武智天性 即是四岁的小朋友 他为什麽还记得黑妹的味道 就是因为当时你那麽小时 你妈妈是最大的 依靠吃吃吃吃被人抢走了 还要你刚才说 你又不是给一个美好的人生生活 给人家 你找人去做苦工 而且不给人工 接着女生就拿来 和他们去同化 即是卖给人家 其实就是强奸人家 或者做些什么 即是变态 而且这些项目 他们叫做为你好 最后很明显是完全失败 1994年的澳洲国家统计局的调查 显示这些途由土住家 带走的一些儿童 无论是受教育的比例 还是就业率 都还是很低于社会其他人群的平均水准 更惨的是这些被偷走的一代 大部份都是读不到中学 而且这些人里面 很多人经常都用为禁约 很大部份有犯罪记录 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 我很害怕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1998年去读书的时候 十六岁 之后十八岁的时候 就跑出来试试上班 因为觉得上班又有钱赚 又可以练英文各方面 我当时在China Town 在日本餐厅做渡厅 然后那条街很光明 但澳洲不是很光明 那条街后面就是黑妈妈 我在后面黑妈妈的地方乘巴士 有个土住 因为土住的逾走问题很严重 很多人经常都见到他们 在街上聚光 然后他们走过来这样 推我 十几岁 你突然在街上被一个黑人 这样推你很害怕 而且面相机都很明显 我当时读书 读过 因为他们从小到父母 各方面都没有文化 刚才所说的 不是让他们读书 你叫他们做苦工 他可能一分钟字都不懂 这个恶性循环 爸爸妈妈没有知识 不教他们 他出来都读不了 一个永远都是低下层 完全上不了 他们的政策 导致黑人完全没有受到公平的教育 公平的机会 所以你说得这么好听 为你好 根本就是为你自己好 因为你有些女孩可以给你和你结婚 又有些人可以免费劳工给你去做 其实是很惨的 我真的在澳洲周围都在街上 都挺乞丐的 都挺乞丐的 而里面有很多都长期都挺喝酒 我不止一次被人摸 当然也被白人摸在街上 但他们的情况是夸张 所以真的很可憐 正如刚才你说的 没有人性的历史 没有人性 简单就是 战格 到了1997年 澳洲有一份全国性的调查报告指出 就是说这些从家人身边被人抢走的土著儿童 其实他们很多都是受到一些精神创伤的 不少人就更加要求政府除了道歉之外 更加要赔偿 而前任的总统霍华德 他就认为 现在我现界总统来的 即是我现界政府来的 那你以前政府那些问题 那些错关我什么事 为什么要我赔偿 那当然死都不赔偿 也死不肯道歉 只是发了一个叫遗憾声明 直至到新的领导 陆克文 他是工党的领导 赢了大选之后 他就做了新的总理 他就上任之后 他就说他第一件事 就是向土著道歉 那Cavin Rudd Cavin Rudd 当时我记得他在竞选的时候 在香港的天星码头 那一块大的桌子 那里有买过一幅广告 因为如果不说不知 香港是澳洲在海外 最大的票仓 是吗 是最大的票仓 所以他们一定要投票 你有票 你一定 你在外国 可以不投票 但是在本地投票 你有投票权 你一定要投票 否则是被罚钱 那Cavin Rudd 上任做了总理之后 就真的对应了承诺 向被偷走的一代 和他受影响的家人 去道歉 那Cavin Rudd的道歉 是真诚的 他就说被偷走的一代 和他的后代家属所蒙受的悲痛 和伤害 我们要说抱歉 为了被拆散的家庭和社区的父母 兄弟 姐妹 所受的痛苦 我们要说抱歉 为由此而引起一个自豪民族 和自豪文化的尊严 受到贬低 我们要说抱歉 这些就是道歉 所以日本那些不叫道歉 他不只是对你道歉 其实你看到整个文化 因为影响了别人整个文化 明白这件事 Cavin Rudd也是唯一一个 懂得普通话的读中文 非常流利 不过道歉之后 其实都需要有相关的政策 要扶持才行 刚才你所说 那些土著的下一代 其实他们都一直在社会的低下阶层 因为经历了这样的惨痛经验之后 其实他们很难上升 如果你没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去帮他们 其实他们很难成为一个正常生活的澳洲人 有个阶体要让他们上升 所以他们到现在 其实都未必有一个好的生活 在二十一世纪初 澳洲的二千一百万人口里面 其实土著只剩下四十五万 但他们仍然是住在一些 大概都是住在一些比较贫窃的地方 偏远的地方 也是一个最贫困的群体 而在澳大利亚 就是在澳洲里面 土著的民盲 失业和坐牢的比率是最高的 而他们的自杀率 也是这么多的族群之首 你想想土著人和非土著人 其实你看看他的寿命就知道 因为原来他们的寿命是差十七年 就是普通的澳洲人 可以长一些土著十七年的命 当然因为他们生活得好些 对 道歉了 但如何帮一些被偷走的儿童 找回家 其实我刚才说过 之前的殖民者 做了一招极度毒的事 就是删除所有资料 其实那个年代删除所有资料 其实你真的找不到 对 那我们怎样找回父母 其实是靠唱歌 其实他们的歌 是一代代的传承一些文化的 很多小朋友 就靠他们小时候唱过的儿童 和各个部落的唱歌 基本上找得到 他们以前曾经住的村落 起码知道是哪个部落 你真的记得 刚才说这一出生 被人拔走了 那些怎样记得 你怎样懂路 如果是孩子的就真的不知道 起码你唱过几首部落的歌 原来是这个部落都知道 是的 就是找一个大概 是的 后来澳洲有一个著名的歌手 更加创作了一首歌曲 来记录澳洲这一段历史 记录这一班被人强迫 在父母身边带走的孩子的故事 他有几句歌词 他说最后几乎所有的孩子 都可以回家 被偷走的一代人 终于回到他们的部落 其实这个大团圆结局 当然是大家所想 但其实是否真的能够回家呢 现实我相信很多人都回不了自己的家 这首歌叫做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其实这段历史 开始受到人关注 多得一本唱销的书 就是澳洲女作家 多利斯皮尔金顿 加利梅拉记 在96年完成的一个著作 叫做房套尼巴 这一本书一出生 就在澳洲人气空洞 六年之后 这本书就改编成为电影抹露小狂花 在每一个很多大型的影战 都获得好评 是的 这本书的故事 原来就是作者 Doris是她的母亲 莫莉的亲身经历 她写出来 她的母亲 莫莉小时 跟妹妹和表妹 一起在部落生活 这部落是沙漠地区 沙漠上有一条很长的尼巴 用来防止野兔走进来 去吃他们 破坏农作物 破坏农作物 这条尼巴很长很长 几乎是贯穿澳洲一边的地方 而莫莉的母亲本来是土著 而她的父亲 就是负责守着尼巴的英国人 即是她是一个混血儿 一个英国和土著的混血儿 两个结婚 今天生下了Molly 刚才所说 女孩子会留下来和白人结婚 她妈妈很明显就是 过来生孩子 对 莫莉十四岁时 跟妹妹和表妹一起 被白人警察铁粗带走去 送去很远的摩尔河土著儿童训练营 在那里 第一不让你说土著话 只可以说英文 而且你一定要接受白人文化教育 当时负责西澳的土著事务官员 被小孩子叫他魔鬼 惡魔 因为这个官员相信 只有将混血儿的儿童漂白 才可以确保澳洲的未来 渴望到父母身边的莫莉 她们无法忍受训练人的生活 所以在她的大令之下 三个女孩子就踏上了逃亡的长路 她一路沿着 刚才说很长的尼巴 沿着防吐尼巴 一路慢慢摸回家 所以这本书叫防吐尼巴 因为这条尼巴 是他们几代人的逃亡故事 他们一路上跟着尼巴 又躲又被人追 又挨饿又痛苦 也遇到很多有心人帮忙 也有些告密者被骗他们 一共走了1600公里的路 足足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终于回到家 找回母亲的怀抱 但是在沿途中途的时候 妹妹就因为听了人被人欺骗了 因为都是小孩 被人欺骗了 被人捉回营 所以就得回莫莉和她的表妹 回到家 故事的结局 看到年老莫莉 就拿着拐杖 坐在家乡的土地上 看来好像非常安长 但其实原来她们的故事都很惊险 因为几代人 原来从来悲剧都没有完结 都是一路被人捉 然后放 捉 放 她回到家的几年后 莫莉和一个土著男子结婚 生了两个女儿 大女三岁的时候 生母女又被人带走了 送回营地 第二年莫莉再次 带着女儿沿着尼巴逃走 走过一次 很熟悉 回到部落 可惜两年后 女儿又在她手中 被人带走了 悲剧不断轮回 其实她们很决心 要拆散别人的家庭 很决心要把黑人洗白 要变成她们口中很纯正的人 电影海报上说 当政府绑架了你的子女 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其实白澳政策 刚刚去澳洲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现在都很出名的 Pauline Hanson 就是澳洲 极度支持白澳政策的一个政客 当时她是什么呢 她是澳洲的政治家 很适合 她在海边 居住一个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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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小 变成三个人 最后她是一人政党 被人来笑她是一人政党 她也都输了 但是大家要留意 因为这几年 我们的一些亚洲人 各方面的人 被白人重新严重地歧视 因为要拿我们来说事情 她的政党越壮越大 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片段 刚刚上个星期 也有一些片段 就是一些年轻人在街上被人打 就是一些华人的小朋友 又重复这些白猫的心态 就是你看到他们的选举各方面 这些政党为什么可以 由越缩越小到零 突然又壮大 其实说真的 Morrison的监等的后裔 他居公不少 他做了不少一些 我自己在澳 我和澳洲华人社区的一些领袖 都很熟悉 跟他们谈计 几年前 其实美国未那么疯狂去搞 我们中国之前 其实澳洲已经做了很疯狂的事情 就是屈一些华人的学生 是spy 这一两年 美国都开始一起屈 英国都开始屈 其实早几年澳洲已经开始屈 之后 就对一些华人的一些捐赠者 因为澳洲的政党 可以任何人都可以捐 多数都有钱 或者做到小生意 就是为了显示我对社区的贡献 他就会捐钱给不同政党的人 但他无端端一个屈未受 就说你们中国人要用钱来 使我们的政治党的人 之前收钱的时候不出声 他做了很多事情 我当时跟一些前辈说 因为我认识一个澳洲以前 一个华人女议长很出名 我跟他谈 我说什么情况 他说其实我们都很生气 他们都经常跟政府说 你们不可以这样令到我们 华人这样受迫害 根本我们这么多年来 我们的政策 国家的政策都不是这样去歧视 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 都是说澳洲是一个大同的一个国家 因为本身人口都不多 我们很接受其他国家的一些移民 其实根本现在是完全是 亂来的 所以很恐怖 这些以前做过的事 Cavin Rudd的工党上台之后 其实一直都是自由党 澳洲的自由党就是现在 Scott Morrison他自己的政党 真的极度黏着美国抱着大腿 就做这个 马仔 马仔 所以其实政府政策的利弊 都很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的发展 是的 其实我经常觉得 例如西方澳洲 加拿大美国近几年所做的事 如果这些情况发生在中国 发生在我们新疆 真是天下降了 是的 你想想这些 其实我们看回澳洲白澳政策底下 这些被偷走的孩子 这些历史 其实是一段很令人害怕 很没人性的历史 那些骸骨这样刮出来 加拿大也是 一个地方 两个地方 三个地方 但是为什么这些事 好像我们讲完 或者报纸写完 就没有事发生 即世界舆论 是不会不断地重复 更推草 反而是新疆没有发生的事 没有发生的种族灭绝 竟然一直被人炒作 炒完一次再一次 我觉得很离谱 但是我相信天是有眼的 譬如像加拿大那样 其实这些不断 这次之前第一次 就二百多个遗骸 接着后来又七百多句 我相信不单止这两间学校 其实每一间学校 可能下面都有一个 一个脸撞墙 有很多小孩的骸骨 我相信天是有眼的 慢慢不断不断地 将这些 用一个事实来说话 将这些真实的历史 展现在所有全世界的人眼前 对 我前几天才跟我朋友说 我其实以前从来都没有 那么相信这个轮回 是呀 没有那么相信卡玛 但19年开始 真是没错 这么扯 这么快都扯到白了 自己说完人 然后织手之后 自己就糟糕 其实很多这些情况 我最近经常出推特 我都说过 就是白人那么多年以来 用他们的帝国主义 去管理那么多地方 殖民人 去利用别人的资源 去做各方面的东西 之后 他还要用这些歪理 说自己 我帮你们 你们不懂教我 那时候就冤枉你 是的 这样去做 你看看他们是否真的 说别人好 还是想自己一路做王者 在顶上去做 其实是很恐怖 其实外国人 甚至乎前几天 有一段视频 我分享了上Facebook 给大家看 就是有个 我怀疑他是不是英国看完 波输了 所以他醉了醋 还是他吸了毒 就是在中环 没有穿鞋 醉了走 头发凌乱 他拖着狗 就说想上电车 电车司机 不让他上 电车司机 不让他上车 有个乘客 都顶不住颈 他说你干什么 他应该不断罵司机 然后他罵他 然后他叫人 你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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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你回归了 麻烦哪个领事 如果是你的国民 麻烦你可不可以领养他回去 不要拿出来献世 这麽臭 那麽糟糕 如果拿到香港身份证 真的很不幸 下次审视这些人 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真的被他留在香港 有很多 我之前在澳洲 回来香港工作之后 认识了很多不同的 外国人 在香港很多 有些很好地尊重本地文化 亦很喜欢探讨香港以前的历史 有些还觉得自己 好像自己不知道什么 我曾经试过 我去英国商会的一个酒会 聊天 以前有些年纪大些 很多都可能拿过克里斯的 不知拿过爵士 或者什麽 就觉得自己在香港 又不喜欢回英国住 香港天气又好些 爽皮些 我跟他聊天 说了几句 他就听到我的英文口音 他就说你哪来的 英文又有口音 澳洲 英国人心目中 尤其是他那个年代的人 他觉得澳洲是低等的人 歧视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麽? 他跟我说 你这些人都不懂得说英文 你这些人都不懂得说英文 就是说他们英国人的英文 才是正宗的英文 你还是澳洲人说的 就是 什麽? 我马上就跟他们说 你这样说话很无礼貌 我那时候已经是草底BB 做人行的时候 所以他们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我们这几年没有了Rugby Seven 本身之前在香港像Rugby的时候 如果刚好英国和澳洲打 澳洲一贏不贏 你会看到他们特别兴奋 那些人 为什麽? 因为长期被人压 忍了很久 忍了 所以这些是看得到的 他们都是在好奇事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 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西方的偽善 我们都已经不断被揭破了 所以这些所谓的白人至上 西方大晒 那些 我想这些神话应该要破灭了 我们都要开始醒觉 看多一些历史 看多一些外面的新闻 或者真的要有多一些国际视野 去看整个局是怎样 其实我们中国真的不差 非常好 真的一点都不输舌 你对比西方国家 至少我真是为了人民的福祉 来去计划和去改善 我最近都很想说 刚刚我见到一百周年 我们有很多一些活动 我们都说 看哪一个政党 真的带领人民 到现在的结果 是中国共产党的 不是美国不知什么党 是密党 真是以民为主 以民为本 你看一下 我们刚刚今天说的 被偷走的一代 他们何时当过这些土著 是人民 是动物 是的 他们只是当他们动物 所以真的不要再相信 那么多西方的神话 我们多看历史 好 看多些我们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下个礼节目再见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